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场期 四级大地震突袭日本 东京 大阪等地震感强烈 房屋倒塌 道路塌陷 到处是恐慌逃窜的人群 NHK的直播画面上 满目疮痍 一片狼藉 地震发生后 社交媒体瞬间炸开了锅 人们在惊恐之余 纷纷感慨 真没想到 日本也有如此大的地震 更多人则陷入了对未来的焦虑之中 这会不会是个开始 2024年真的会有更可怕的灾难吗 对 2024年 这个数字勾起了很多人心中隐秘的不安 就在日本地震发生的前几天 一位名叫阿南德的印度少年 在网上发布了一段颇受关注的视频 视频中 这位被称为预言神童的南海语气 凝重地说 根据古老的费陀占星术 2024年将是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年 届时 罕见的天象之变 预示着人间将有大灾大难 阿南德的话语 似乎与眼下的日本地震 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呼应 一时间 关于2024年的话题被推上了热搜榜 而这位印度小预言家 也再度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有人惊呼 天哪 这孩子该不会真的有预言能力吧 有人则嗤之以鼻 又一个靠玄学骗人眼球的江湖骗子 还有人陷入沉思 2024年 真有那么可怕吗 各式议论铺天盖地 然而这一切 对于远在印度的阿南德而言 似乎并不重要 电视画面上 他正在庭院中沉思冥想 眉宇间有着超乎年龄的淡定从容 仿佛对一切尘世宣气 都不以为意 这位预言神童 到底有着怎样的成长故事 他口中的2024年 真的会有大灾大难降临吗 日本的这场地震 会成为一系列灾变的导火索吗 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 我们或许有必要走进阿南德 去了解这位少年 何以有如此非凡的人生 时间到回到十四年前 古老的印度赐大陆 一个名叫阿南德的男孩 孤孤坠地 谁能想到 这个在贫民窟中出生的孩子 日后会成为举世瞩目的预言神童 阿南德的与众不同 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有所显现 他的母亲曾回忆到 阿南德似乎从不哭闹 总是安安静静的 但最令人惊奇的 使他的眼神清澈而深邃 仿佛能洞悉一切 阿南德的父亲是一位首艺人 母亲则是一位家庭主妇 在这样朴实的家庭中 阿南德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他不到两岁就能说一口流利的印第语 三岁时已经能熟读英语报纸 然而 真正让阿南德与众不同的 是他对神秘事物的异乎寻常的兴趣 据说 阿南德四岁时 曾准确预言了一场 席卷村庄的大火 六岁时 他又一语道破了邻居家的一桩密心 让当事人目瞪口呆 阿南德的这些表现 渐渐引起了村里长辈的注意 有人说 这孩子是天生的预言家 也有人说 他恐怕是某位神明转世 流言在村里愈传愈广 阿南德的名声也渐渐响了起来 命运的转折 发生在阿南德七岁那年 一位来自印度北方的神秘老者 不远千里来到了阿南德的村庄 他自称是一位占星大师 专程为阿南德而来 这孩子是百年一遇的天赋之才 我要收他为徒 传授他占星之术 老者对阿南德的父母说 起初 阿南德的父母有些犹豫 他们舍不得让年幼的儿子离开自己 但老者许诺 一定会好好培养阿南德 将他打造成举世闻名的预言之子 就这样 阿南德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家乡 跟随老者开始了占星术的学习 在老者的悉心教导下 阿南德很快掌握了占星的精髓 从星象的运转 到天体的位置 从生辰八字 到紫微斗树 阿南德如饥似渴地汲取着这些神秘莫测的知识 令人惊叹的是 年仅十岁的阿南德 在占星术上 已经展现出了登峰造极的天赋 他不仅能对个人的生辰八字了如指掌 还能根据天体的运行 对国家乃至世界的命运做出预判 很快 阿南德的名声 便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照耀了整个印度 从北方的德里 到南端的班加罗尔 人们都在议论 这位神奇的小预言家 有权有势的人 开始前赴后继地来求见阿南德 希望能得到他对未来的指引 就这样 阿南德的人生轨迹 发生了惊人的转变 从一个平民里的平凡男孩 到备受瞩目的预言神童 他仿佛一夜之间 就成了家喻户晓的大人物 2020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全球疫情 让整个世界陷入了恐慌和混乱 就在人们恐不安时 一个来自印度的预言神童 忽然成为了全球瞩目的焦点 这个神童 正是阿南德 令人惊讶的是 早在2019年 阿南德就在一次公开演讲中 准确预言了这场席卷全球的大流行 2020年 一场可怕的瘟疫将席卷全球 没有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这场灾难将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 甚至重塑世界格局 当时 13岁的阿南德 语气凝重地说 起初 没有人将这番话放在心上 毕竟 谁也无法想象 一场看不见的病毒 竟然能让整个世界停摆 然而 当Covid 19肆虐全球时 人们才恍然大悟 阿南德的预言 竟不可思议地应验了 时间 这个来 自印度的预言神童 成为了全球媒体追逐的对象 BBC CNN 纽约时报 世界顶级媒体 纷纷报道了这个不可思议的印度男孩 阿南德的名字 也从默默无闻 一夜之间成为了家喻户晓 然而 阿南德的预言传奇 远不止于此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陆续做出了一系列惊人的预测 几乎每一次都精准地应验了 2021年1月 当世界还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中时 阿南德却语出惊人 美国会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动荡 整个国家将陷入分裂和混乱 果不其然 仅仅几天后 美国国会大厦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暴力冲击事件 2022年2月 当人们还在为疫情的反复而焦虑时 阿南德再次发出警告 一场战争即将在欧洲爆发 乌克兰将是受害者 俄罗斯将是发起者 不到一周 俄乌冲突就全面升级 战火迅速蔓延 一次次惊人的预言应验 让阿南德的名气如日中天 人们惊叹 这个印度男孩是如何做到的 他是真的拥有 预知未来的神奇力量吗 对此 阿南德自己的解释是 这一切都源于古老的废陀占星术 通过观察天体运行的规律 结合古代先贤留下的智慧 我们是可以对未来做出预判的 令人惊叹的是 阿南德的预言 从来不是笼统的灾难将至之类的警告 而是有着非常缜密的细节描述 他常常能准确预言 事件发生的时间 地点 甚至涉及的关键人物 比如 阿南德曾在2021年预言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将在2022年去世 而最有可能继任的是查尔斯王子 一年后 这一切都精准地应验了 除了政治事件 阿南德的预言 还涉及经济 科技 气候等各个领域 他曾预言 2021年 全球经济将出现大幅波动 还准确预言了 2022年的极端高温天气 正是凭借着这种细节缜密 涉猎广泛的预言风格 阿南德迅速成为了 全球最受关注的预言家 无论是普通民众 还是那些位高权重的政要 都对这个印度男孩的超能力 感到惊叹不已 在铺天盖地的赞誉声中 阿南德却显得出奇地淡然 他常说 预言不是为了炫耀 而是为了给世人一个警示 通过对未来的洞察 我们可以未雨绸缪 减少灾难带来的伤害 对于那些质疑和争议 阿南德也看得很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我尊重所有不同的声音 我只是希望 大家能对未来多一份思考和准备 如今 当人们谈论起对未来的预判时 阿南德的名字 显然已成为一个标准 从默默无闻 到家喻户晓 再到备受全球瞩目 阿南德用他的一次次惊人预言 书写了一段不可思议的传奇 然而 这一切 对于阿南德而言 似乎只是刚刚开始 在他那双澄澈 却深邃的眼眸中 仿佛藏着更大的谜团 等待人们去探寻 而在所有的谜团中 最引人瞩目的 无疑是阿南德 对2024年的预言 在那个充满变数的年份里 阿南德说 人类将迎来一个巨大的天象之变 这将决定 我们每一个人的命运 面对阿南德的预言 我们是该深信不疑 还是持怀疑态度 未来 真的已经被这个印度男孩 看透了吗 在阿南德所有的预言中 对2024年的预判 无疑是最引人瞩目 也最令人不安的 在这位预言神童眼中 2024年将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人类将在这一年 经历巨大的挑战 和变革 根据古老的占星术 2024年将迎来一次罕见的天象大会 所有主要行星都将在这年发生位置变化 在一次演讲中 阿南德语气凝重地说 这预示着人间将有大事发生 旧的秩序将被打破 新的格局将重新建立 阿南德进一步解释 所谓天象大会 是指多颗行星在星空中排列成特殊的几何形状 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上一次发生还是在数百年前 在古老的占星树中 这往往预示着人间将有翻天覆地的大变化 2024年 木星 土星 天王星等多个行星 都将在白羊座 金牛座等关键位置联合起来 阿南德指出 这种星象的能量 足以影响整个地球的运转 带来一系列的灾难和动荡 根据阿南德的预言 2024年全球将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首当其冲的就是自然灾害 他预测 这一年地震 海啸 火山喷发等灾难将明显增多 尤其是环太平洋地区 可能会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地震 我看到 日本 美国西海岸 中国台湾等地 都有可能成为重灾区 阿南德语气凝重地说 这场大地震 可能会造成数十万人死亡 数百万人无家可归 整个太平洋经济圈 都将遭受重创 除了自然灾害 阿南德还预言 2024年将是动荡和冲突频发的一年 他特别提到 中东地区可能会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石油供应将受到严重影响 全球经济将再次陷入衰退 同时 阿南德还预测 2024年也将是世界格局大洗牌的一年 他暗示 一些老牌强国可能会遭遇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而一些新兴力量则可能起 重塑全球秩序 我看到 美国将在这一年经历巨大的动荡 社会分裂加剧 经济陷入停滞 阿南德说 与此同时 亚洲一些国家却在悄然崛起 尤其是中国将在这场变革中扮演关键角色 面对阿南德的这一系列预言 许多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个印度男孩描绘的2024年 简直就像是一个灾难与混乱交织的世界末日 难道 我们真的要迎来一个如此黑暗的未来吗 然而 令人意外的是 在描绘了种种灾难场景后 阿南德并没有显得悲观绝望 相反 在他看来 2024年的种种动荡 恰恰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 每一次大变革都伴随着阵痛 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旧的秩序已经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 阿南德说 2024年 或许会是人类历史上最艰难的一年 但同时 它也将是一个新的开始 在阿南德眼中 经历了种种灾难与洗礼后 人类将迎来一个全新的文明时代 科技进步 社会变革 意识升级 就有的一切都将被颠覆和重塑 而那些能够顺应变革 勇于开拓的国家和个人 将成为新时代的引领者 危机也意味着转机 关键是你能否抓住它 阿南德的话 似乎别有深意 2024年将是一个重新洗牌的机会 一些看似强大的国家 可能会因寻守旧而衰落 而些灵活应变的新兴力量 则可能一跃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听着阿南德的这番话 人们陷入了沉思 2024年真的会像他预言的那样 成为一个分水岭吗 灾难过后 我们是否真的能迎来一个 更加美好的未来 也许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 但有一点已经清晰 在阿南德的预言中 2024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时间节点上 人类将面临着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抉择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这个充满未知的2024年呢 是守望就秩序的残骸 还是勇敢开创新时代的曙光 这也许是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一道命题 无论未来如何 阿南德的预言 已经给了我们一个警示 当变革的大潮来临时 唯有敢于变革 勇于创新的人 才能立于潮头 引领时代 而那些固不自封 安于现状的人 则可能被无情地淘汰 2024年 这个被阿南德反复提及的神秘年份 究竟会给人类带来怎样的喜和挑战 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 迎接大变局的准备 也许 这将是对整个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考 而阿南德 这个来自印度的预言神童 无疑给了我们太多的思考和启示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 我们每个人 都需要奋智慧 勇气和远见 去主动迎接 积极应对 在阿南德对2024年的诸多预言中 有三大焦点 备受世人关注 这三大焦点 涉及了当今世界三大经济体 日本 美国和中国 在阿南德看来 2024年 将是这三个国家命运的转折点 而他们的变化 将深刻影响整个世界的走向 首当其冲的 就是日本 阿南德 阿南德预言 2024年 日本将遭遇一场九级的超级地震 这场地震的震中 可能位于东京以南的海域 届时 东京 恒滨等人口 稠密区 将成为重灾区 我看到 整个东京都变成了一片废墟 阿南德在一次采访中说 这场地震 不仅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更会给日本经济 带来毁灭性打击 许多工厂 企业将被摧毁 日本的出口和金融体系 都将遭受重创 阿南德甚至预测 这场地震 可能会引发日本政局的动荡 在灾难面前 日本政府将面临巨大压力 执政党可能因处理不当而下台 而这 将给本已脆弱的日本经济 雪上加霜 如果阿南德的预言成真 那么这场地震 无疑将是二战以来 日本面临的最严峻考验 这个昔日的亚洲经济巨人 能否在劫难中重生 将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 与日本的遭遇相比 阿南德对美国的预言 更多集中在社会和政治层面 他预言2024年 美国将迎来一场空前的 社会撕裂和动荡 种族矛盾 贫富分化 政治激化 所有这些问题 都将在这一年达到顶点 我看到 美国各地都在爆发骚乱和暴力事件 阿南德说 人们对政府和精英阶层的不信任 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各种极端势力将利用社会的不满情绪 煽动仇恨和分裂 在阿南德看来 这场社会动荡 很可能演变成一场全面的政治危机 他甚至预测 美国可能会出现宪政危机 总统选举的legitimacy 可能会受到质疑 联邦政府的权威 可能会受到挑战 与此同时 美国经济也将陷入严重的衰退 阿南德预测 美国股市和房市 都将出现大幅度崩盘 失业率将飙升 通货膨胀将失控 曾经引以为傲的美国经济 将面临战以来最严重的危机 如果这一切成真 那么2024年 无疑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动荡的一年 这个超级大国 能否在危机中实现凤凰涅槃 将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与日本和美国的阴霾相比 阿南德对中国的预言 却显得颇为乐观 在他看来 2024年 中国将站上世界舞台的中心 成为引领时代变革的关键力量 我看到在全球性的危机中 中国展现出了非凡的应变能力 阿南德说 他们不仅成功控制了疫情 更在经济上实现了快速复苏 这种韧性和活力 将成为新时代的典范 阿南德预测 随着西方国家深陷危机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空前上升 一带一路倡议将重塑全球贸易版图 人民币将加速国际化进程 中国的科技创新 将引领全球产业变革 在阿南德眼中 2024年的中国 将不再是任何人可以轻易忽视的力量 相反 他将以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姿态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 为化解各种危机 提供中国方案 未来将属于那些勇于变革 善于创新的国家 阿南德说 而中国 无疑已经做好了 引领新时代的准备 当然 阿南德也提醒 中国的崛起 并非没有风险 如何处理与其他大国的关系 如何应对人口老龄化 环境污染等内部挑战 都将是中国必须面对的课题 日本的地震 美国的动荡 中国的崛起 阿南德的预言 为2024年的世界图景 勾勒出了引人入胜的一笔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上 东方与西方 传统与变革 危机与转机 都将交织在一起 上演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大戏 那么 这三大焦点究竟哪一个会成为 2024年的决定性力量 日本能否从灾难中重生 美国能否化解分裂和危机 中国能否真正成为 引领新时代的中流砥柱 也许 我们还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但有一点已经明确 在阿南德的预言中 2024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这个风起云涌的时代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个体 都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和抉择 我们唯有以开放的心态 以智慧的眼光 去审视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 唯有勇于变革 善于创新 我们才能在大变局中把握先机 在大考验中实现自我超越 2024年已经向我们走来 让我们以更宽广的视野 以更坦荡的胸 去拥抱这个注定不凡的年份吧 在阿南德的预言指引下 或许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看到 一个崭新时代的曙光 正在地平线上闪耀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话 点击右下角订阅我吧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风水信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